在之前有一款中国车呢 讲要来马来西亚市场可是讲了很久 大家对它的期待之业很高 最近呢原厂宣布呢 这个实车就到了马来西亚的港口 也就是讲这款车已经准备开始翻售了 它就是坦克300 那么坦克300有什么特别的点 会让它在国内跟国外都有那么高的关注度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坦克300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坦克300这款车呢 在中国是一款硬派的越野SUV 它在发布之后的三年呢 全球的销量累积突破了30万的大关 其实以一台新车来讲呢 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坦克300有什么点让那么多人选择它呢 首先就是因为它的外观设计 坦克300是一款硬派的SUV车型 它的整体设计非常的方正 如果你从远处看的话 你甚至会觉得它有一点点像G-Class 而实际上除了这个外观设计部分呢 这款车是一款真材实料可以越野的SUV 因为它配备了这个Leader Frame的底盘 也就是讲它是这个非常在世的底盘 并且支援这个四轮驱动系统 所以讲你真的把它开到户外去呢 它是有一定程度的脱困能力 而开发这种越野的鹰派SUV 其实也是长城的优势啦 只是长城这一次开发的这个鹰派越野SUV呢 是攻打比较高端的市场 所以你看这个坦克300的外观设计呢 你会觉得还蛮attest一下的 这一点我个人其实也非常喜欢它的外观设计啦 你对这个坦克300的外观设计有什么看法的话 影片来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款车叫坦克 因为坦克呢是长城汽车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 主打的就是越野车型啦 它除了坦克300之外 它还有坦克500 坦克700 甚至还有坦克800 那么你看这个坦克300呢 它的数字最小代表它是最入门的对不对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强 因为坦克300的车身尺码呢 介于C segment跟D segment之间 所以其实还是蛮大的 今天如果是讲你有载人载务需求的话 这个坦克300应该也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一款豪华品牌的车子呢 除了它的这个外观设计要大气之外呢 内装的质感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在坦克300上面呢 是不需要担心的 如果是讲没有跟你讲它是什么brand的话 你看到它的内装设计 你可能会以为它是Mercedes-Man 因为真的很像 尤其是那个冷气出风口的部分 然后当然啦 大尺寸的触屏主机 还有这个氛围灯 它也不会缺少的 它的氛围灯有64种颜色可以切换 另外呢配备了两个12.3寸的荧幕 一个是数位化意标 一个是这个触屏主机 当然也支援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然后这辆车也配备了电子排挡杆 还有这个驾驶模式切换 你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切换不同的驾驶模式 而且呢这个AWD系统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排挡杆后面的旋钮 进行切换控制它的模式啦 虽然讲它是一个豪华平台的车款 但是它真的没有忽略掉它的这些越野能力 因为根据官网表示呢 这一款则是配备了三把锁的 也就是越野车款必备的功能 之前根据这个GWM 马来西亚公布的官方照片来看啊 我们是看不出马来西亚版本的坦克300是采用哪一种引擎配置 不过在国外的话呢 它是有几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的 分别是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满力表现达到了211HP 风筝扭力380纽顿米 不过这个版本呢 在中国有人叫它油魔王 因为它的油耗还蛮高一下的 那么除了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之外呢 它在泰国也投产了一款这一个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提升到了301HP 风筝扭力表现640Nm 这个是综合了电动机之后的数据啦 当然了它也保留了这个四轮驱动系统 所以它的动力墙又有越野能力 重点是低油耗跟低排放 所以如果是让你选择的话呢 你会比较喜欢这个2.0公升的涡轮版本 还是2.0公升的混动版本 目前右架版本的坦克300呢 有两个生产基地 一个是中国本土 一个是泰国的罗永工厂 目前我们同样的暂时还不清楚马来西亚是从哪里引进 但是我相信从泰国引进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一点是泰国比较靠近 运输成本上面就节省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 因为泰国生产的关税 所以关税可能会比较低 但是因为坦克300呢 本身是一个豪华品牌 所以大家对它的价格呢 不要有过多的期望它会卖很便宜啦 据悉这款车的价格会在22万令吉到25万令吉左右 我相信听到这里呢 很多朋友就会讲这辆车很贵耶 可是实际上呢 你看回它的配置 然后你看回它的设计 你看回它的用料 22万到25万真的贵吗 所以这个就要让大家自己去做一个抉择了 不过我觉得呢 马来西亚的行程越多越好 因为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你们讲是不是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最好的车子的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子 如果讲今天你是一个户外活动的爱好者的话 我相信这个坦克300还是蛮适合你的 至于发布时间呢 预计会在3月到4月这段期间 所以这样其实已经非常快了 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呢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跟大家更新 所以大家对这款车有没有兴趣呢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讨论一下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